那這邊的話就是 我跟我老婆 還有我小孩一起住的房子 大概30坪 38歲的上班族 鍾先生 其實手上有貸款買一間房 但只有20坪 由於小孩出生 空間太小 只好拿來出租 改住弟弟的30坪房 同時想看準時機換屋 然而如今 卻被央行打房迫擊 會變成說 我們現在進退兩難 對 我還沒找到 我就先賣 我賣掉之後 我也不知道住哪裡 房屋想小換大 卻面臨資金無法寬限 投其再度墊高的困境 看看新措施 自然人第二戶購物貸款 最高層數 由六成降為五成 讓鍾先生好頭痛 就連中股換新的族群 也好焦慮 而專家分析 實在傷及無辜 因為民眾無法先買再賣 還可能要賣屋後 先租屋再買屋 先賣後買最大的好處 就是你會手上 會有多出一筆資金 很大的風險是 你賣掉原本的房子的話 找第二間房子 也不一定會那麼的順利 這樣子的話 你就沒辦法適用到 重購退稅 而除了換屋族 繼承族被央行打成非手購 沒有寬限期 還有北漂族 居多的累手購 在南部老家有房 但在台北租屋 如果要在北部 買房自住 不能申請新清安 貸款又沒有寬限期 實在很慘 沒了寬限期 壓力變多大 試算貸款一千萬 房貸利率百分之二點二 名下沒有房產的首購族 月付額等於多久兩萬 不管是先賣後買 或者是先買後賣 這個時間點必須控制在兩年之內 如果你超過兩年以上呢 就沒辦法享受土增稅的重購推稅優惠 專家直言建議購物申辦 房貸錢多做估算 避免籌備資金出現落差 打亂 購物節奏 TVBS新聞 花正三的微軒 新北送我的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